这个 Unicode 转16 进位 再来的话我们要来看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成 Big Phi 那 Big Phi 转换的方式 我们可以撰写一个这个副层次 Unicode to Big Phi 那写在底下的部分这个地方 Unicode to Big Phi 那一样的方式我们建立一个这个 String 的阵列 这个 String Relaut 先丢给它一个空置串 那这里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做 Get Byte 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主要就是做那个转换的动作 那转换假设说我今天希望把原来的 Unicode 转换成为什么呢 Big Phi 那特别注意这边就需要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今天刮我要的这个 我要转换成 Big Phi 那这里的话我就把这个地方 Big Phi 的部分给它 那从哪边转换的 那从哪边转换的 你就记得这个地方有个 ISO 的标准 那这个是 Unicode 的标准 是 Java 里面用的这个 Unicode 的标准 那这个就是一个 ISO 885 59 底线 1 这个地方不能够打 这个是一个惯用的一个参数 那至于 ISO 8859 底线 1 是什么 其实你们查一下就知道了 它只是一个标准 是定义 Unicode 的某一个区块 要放什么样的资料的一个标准 那假设我今天要把它转换成 Big Phi 我就直接给它参数 那至于 Gets Phi 的部分的话 就只是做转换的动作 把 Unicode 转换成 Big Phi 并且把它回传回来 那特别注意呢 因为这边呢 可能会产生转换之间 转换的过程当中会有错误 所以呢这边记得 在上面加一个 TRI 就是呢去避免它的一个错误产生 所以我们 TRI 这个地方把它包起来之后 CATCH 取得它的例外的状态 并且传给这个 E 并且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做一个结束 那 RETURN 回来之后呢 就是 RETURN 我们要的这个值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 TRI-CATCH 主要就是避免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产生错误 那 RETURN 回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 Big Phi 的部分 BIG Phi 嘛 然后它层次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那另外呢 BIG Phi 图 UNI-Code 也是类似的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当然也有一个 需要再把它转换成为转换 因为 Big Phi 还在转回原次串 那转换原次串的部分呢 特别注意哦 你一定要再把它转换 BIG Phi 再转回 UNI-Code 不然的话 假设我这个地方 是没有转换的哦 没有转换 你把它执行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以下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转换的 也就是说呢 没有转换 在 JAMA 里面秀出来就是乱码 也就是说呢 JAMA 里面呢 你给它 Big Phi 是不行的 它会变成乱码 因为它内部使用的就是 ISO 这个 ISO 的这个 UNI-Code 编码方式 8859 底线1 这个方式 如果说你不符合它的这个标准的话 秀出来的就是乱码 比如说你看 USO 里面呢 是什么呢 应该有个自圆级嘛 你在设定那个 SQL Server 里面也是一样 它有 UNI-Code 里面 必须要选 AMS 950 如果你没有选正确的编码方式的话 在中文的 有没有 秀出来就是错误的 另外 MI-Code 也是一样 也会有中文的 UNI-Code 选取的方式 如果你选择是不对的 你在存取的时候 存取的资料也是乱码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什么呢 UNI-Code 把这个 Big Phi 再转回来 所以呢 我如果说要把它转回原字串的部分呢 必须还要再撰写一个 假设我这个地方呢 再建立一个 S4 S4 它就是取得什么 Big Phi to UNI-Code 所以这边的话 我会再建立一个副程式 Big Phi to UNI-Code 的一个副程式 它的撰写方式实际上就等 等于跟 UNI-Code to Big Phi 只是程式上做颠倒 就是参数的部分做颠倒 其他都一模一样 只是说这个参数 我把它改成 ISO 8859 底线1 那这地方的话呢 我从什么呢 Big Phi 而来的 把它转换过来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两个副程式呢 很类似 只是参数不一样而已 那转换回来之后呢 我再把结果呢 丢给这个 因为我最后要把它秀出来 所以呢 Print Out 的时候呢 这地方就要把它改成 S4 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转换 转换之后呢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边呢 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就是说 UNI-Code to Big Phi 或者 Big Phi to UNI-Code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用一个所谓的 Get Byte 的方法去做转换 那这部分呢 可以在那个 Dox 里面查得到 再来的话记得就是说前后 也要用 Try Catch 的方式呢 去避免这个有一些例外的状况 或者错误产生 那这个地方转换之后的话 丢回去给这个 但如果你要秀正确的话 那这里底下有一个叫 Big Phi 在 To UNI-Code To UNI-Code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如果没做 就会乱嘛 如果我现在已经把它转换回来之后 我秀出来 就会是正确的 有没有 Java 层次 就会是正确的 那 乱码的部分一定会遇到 比如说你Java 虽然跨平台 可是在 在 XB 上面你用的编码方式 跟 Linus 的撰写方式就不一样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就需要再讨论 一定会遇到 如果你在 Linus 撰写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多了解一下 UNI-Code 的编码方式 它有哪些标准 那在 Windows 在 Linus 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可以再找一点 在网路上找一些相关的讯息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画面 这个程式码我等一下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好吧 画面监管给各位一下 OK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